全日空请空姐 约星期晚千人抢32缺 日籍全日空第一次在台招募派遣空服员 在台湾每天飞成田桃园 宇田松山 共六班来回班次的全日空 继上半年委托新加坡SASS派遣公司 招募派遣空议员后 左右再度招募32名派遣空服员 引起新7万元左右 且福利比较正值空服员 引来千名大学学历以上美美和行男报名 这次招考条件 据英语和日语能力 比试加考多益 用流利的英文的方式的话 去表达说你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很容易会录取你了 更特别的是 这次年龄身高不设限 也不硬性规定穿套装 非常欢迎同学们 不一定要用制式的服装 如果有个人特色的服装的话 能够穿着出自己个人的特色 也非常的欢迎 大家穿着洋装 潮衣 耳环配件上阵 争取斗燕 宛如时装修 被全日空的福利薪水及非安所吸引 英介毕业生纷纷前来议试 它是全世界第六大收入高的航空公司 也是亚洲第一大的航空公司 在这个航空公司工作的话 福利非常好 也很有未来的发展性 考生中 他家空姐也占近一半都想跳槽 做造给人家的形象是真的比较专业 再怎么棒的服务 其实安全才是最棒的服务 最大的使命就是保护人跟机的安全 这位硬式的庄小姐 穿着今年流行鲜艳的马卡龙色系衣服 我希望你感谢 比较活泼有自信的一面 另外新加坡航空 10月也可能来台招人 月薪上看8万元 本新闻台北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